有問題要問展方 好啊 我們問一下 現在西里哥有事要問展方 西里哥連著眼睛 你的眼睛有什麼事啊 西里哥 西里哥好啊 小心 小心 西里哥 西里哥 我是支持習主席是武統台灣的 我現在聚集有沒有問題的 我想問一下 我支持習主席盡快武統台灣 哇 我今天想在那裏表達我的意見 那你繼續在那邊 但是我想問一下 都想問一下警方 其實是反不反對台獨的 你繼續在那邊的意見 不是 這個是民族大義來的 我們警方不會 民族大義來的 這個要回答的 其實林鄭都已經表明了 這個是民族大義來的 那你問他 問他 問他 就是你沒有意見的 但是所有傳媒影響 反反對台獨 反反對港獨 就跟他們講 這個民族大義來的 其實我就建議大家 應該要在這個立場表態 因為公務員遲些都要宣誓 或者你們宣誓了 應該是不是宣誓了 我想問 或者先生 你先看一看 我想帶你走開一、二篇 我會帶你問他去那邊 還有反反對木毒的 反對 絕對一個中國原則 這是基本大義 麻煩你去那邊 麻煩你去那邊 木耳他蘭獨立 反反對 我又不是很認識那麼多 但剛才你這樣反對 木毒 我當然反對 木毒的人我當然是反對 麻煩你聽他那個方向 麻煩你去那個方向 OK 這樣答了 其實木毒是沒有存在的 這個不是事實 不用擔心 我也想說回 大家要留意 一個人 一個木毒的人 在現場 木毒這件事沒有發生過的 但不要緊 我一直想帶你去那邊 其實我是最有支持警察的 多謝你支持我 我希望你們天天都在 不要緊 這樣香港經濟有救了 香港經濟就要靠每個人都努力 我自然都要做我自己的本法 但是先生 大家都加油 香港人加油 警察加油 警察會努力的 我們在現場做的 我們要做的執法動作 各位的條件 近開一點點 我已經不介意你驚惑我 雖然 我都想問 接個想問 我開個法律 不如入警察的公司 我都想去問問 我去那邊 我走那邊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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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多多謝你支持我 你聽我支持 我是記者的 可入我們警察公所所 如果是警方打開 警方 stro敢 和警方守候 原因是有 擊殺 警方公前 無所謂 他就去那邊 多了一點藍衣 他是珍貌的 絕對應該有 應該示範了嗎 各位 香港警方要投入資本性分證 絕對應該要 對 這是學法的事物應該做一下 學生分證 抄資料 他們都不斷接著 拿了細寶 細寶 好 會不會因為現在防疫的時候 現在又叫他拿下一個口罩 還有那些節目隊的 就說你脫下口罩先 攝錄你這麼多東西 你的男生身處理著 攝錄你的假髮 現在警方要求白慶光 喜歡你的直播 不是記者的 那現在就開始擦他的袋子 就擦他了 這裡擦袋 這裡擦袋 攝罰在勤人路上停留 黑色衣服的這兩位女士 戴知識狗仔這位男士 不要在勤人路上停留 不要在這裡擦他 對 是 那現在的袋子應該查完的了 那現在的袋子應該查完的了 是 藍藍記者證 以澄清你們的身份 有快點可以隨便其他的 平面要做花園最新的工作 respe Rosals 北小島發揮詢園最新的事 現在看到警方就給了他那個 身份證給他,叫他走那邊,叫他離開 因為警方都說他沒有涉及任何不道德的行為 沒有涉及任何非法 那為什麼不可以復職呢? 因為港版國安處是非常重要的 在維護外國外港的工作上 是不是?師傅 既然回答不了就算了 離開現場 現在白鞋哥就想問警方 那些國安處的那個 什麼時候復職 但是好像現場就說沒有警方人員可以帶到他 現在白鞋哥就說 既然回答不了他就準備離開了 就是現在 今晚有很厲害的歌就很平靜 記者採訪是發表的 阿Sir 後面後面 再發一次記者採訪是發表的 是啊 我們依足香港法例的 一定要根據 是啊 我剛才就問了他大概 其實我是表達我是絕對支持 明明明 我是絕對支持習主席盡快武統台灣的 是不是? 那警方我就問他們 是不是反對台獨 是不是反對港獨 那有一位的指揮官走出來說 是的 是會反對獨立的 這個是香港人民的所有的民族的大義 他是認同我的 剛才我多謝警方是表態 首次在現場執勤的警員 是表態支持國家的民族統一立場 那我唯有多謝他 那我再問他多一次 是不是支持這個目睹的 那但是呢 其實目睹呢 是我不存在的 那所以我透過這個機會 希望各位市民呢 是應該要Fact check的 不要儘快 就是不可以這樣即時去答的 一些問題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是因為遲些 可能政府會立這個 BIG NEWS 假新聞法 這樣 那就是剛才警方呢 都似乎是輕率了 有些人事 所以呢 很多事情我都是提醒各位市民呢 就是要在網上Fact check 先 是 反目睹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在世界上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剛才警方呢 也都是就是 查案身份證 我都是非常配合的 警方同時呢 就是再一次宣示了呢 就是 三年法院的案例呢 就是其實呢 是 就算四個人 四個人的群組聚集 只要他們相距多於1.5米 其實根據限聚令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記住這一點 那剛才大概都是這樣啦 我最後都是想問警方的問題就是 國安處的蔡展sir 蔡展sir 蔡展sir呢 是何時服職的 因為我們都非常支持警察 尤其是國安處是非常之 重大的責任 在維護這個國家安全上 那我們都很擔心 就是 他們的 就是 蔡展鵬 蔡展鵬 蔡展鵬sir呢 這樣 現在既然警方說他們是不涉 說他是不涉及任何的刑事罪行 也都不涉及任何不道德交易 那為甚麼不可以給他盡快服職呢 那我剛才就向警方表示 那我是不是需要問 警察公共關係科 還是我直接寫信給 一哥鄧炳強呢 香港市民都很支持蔡展鵬sir 是盡快服職的嘛 因為維護國家安全 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 但是剛才呢 警方是沒有表示的 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大約是這樣 我從事不見到 是 所以 請問馬東的安排 是呢 沒有所謂的 其實今天警方呢 是 展示了一個很團結的象徵 在香港社會裏面 是 他團結了自己 在一個封鎖線裏面 那 也都展現了 維護國家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立場 不過呢 今天應該就 香港那個 東螺灣這一區的經濟呢 就應該 我覺得就 因為警方的來臨 是應該會更加鞏固到的 是 因為國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嘛 那會不會有搜查的嗎 沒有搜查的 其實就是 他循例問一下 查一下新聞證 看看我的袋子 因為這樣 這些事情 是警方的事情 我們是很配合的 我們是不需要詢問任何事情的 很擾民 他會變成黑衣服的手 聽不到 會不會很擾民 因為 黑衣服的手 我不是的 只是我剛剛才走去 表達那個立場 我就是詢問 如果我支持習主席 是武統台灣 這樣怎樣 那 警方最後都是 其實都是 證明了他執法是一事同仁 是 嚴正執法 是一事同仁 這個事情 對的 香港是有法治的 大家要有信心 我只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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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們 我們相信香港還有法治的 民主警方的表現 是告訴我們 香港是很有法治的 大家都給點信心 各位外資繼續來投資 歐洲那些記住 尤其是很重要 香港是有法治的記住 雖然今天警察 是 簽領了銅鑼 但是其實 沒有所謂的 因為國家安全裏面 是 給一切都重要的 我再強調一次 給一切都重要的 還有大家記得 不要再叫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話 記得可以提醒各位 再三強調 再三警告 是吧 各位 沒有所謂的 總之就是我們繼續 繼續 生活有時 我們繼續 吃我玩樂有時 還有逛街有時 我覺得消費震興經濟 震興香港經濟都非常重要 對不對 不逛街又如何震興香港經濟消費 就是這麼多 交代到這裡 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拜拜 拜拜